八尊从未见过的兵马俑 竟意外揭开了秦始皇统一全国的真相 那么真实历史上的大秦帝国 又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本级探长就带你一谈究竟 2000年秦始皇陵出土了 八尊从未见过的兵马俑 他们表情严肃 身穿长袍 神态和姿势与先前出土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们距离秦岭地宫 仅仅只有几百米 要知道外面的兵马俑 离地宫最近的也有1.5公里的距离 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为何能与秦始皇离得这么近 经过专家们的仔细研究后发现 在这些特殊的秦永袖口处 都有一个方形的空洞 位于两只手的交叉处 看起来手里之前应该是拿着什么东西 随着后续的挖掘 很快卡古人员果然在周围发现了一件青铜器 它像一种斧头 是秦朝时期的主要刑局 放今天来看 还有几分法官手握法锤的感觉 而这便是秦朝法力威严的象征 难道说他们就是秦朝的法官吗 不久之后 专家们又发现了 这巴尊秦永另一个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他们身上都带着刀销 这下他们的身份似乎已经明确了 因为秦朝人写字都是在竹简上 如果写错了字 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用刀销将错字给抹去 在秦朝的官职体系当中 最符合这一工作特点的就是刀比利 而刀比利是维护国家系统运行的文官 负责执行法律 从秦始皇让他们距离自己这么近 也可以看出 这个部门对于秦国的重要性 有了这一关键性线索之后 专家们也开始尝试 从秦朝法律这个角度 破解隐藏在兵马俑身上的千古谜团 但却没想到这一下 竟然发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秘密 喜欢研究兵马俑的人 几乎都能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兵马俑武器精良 但大多都不穿护甲呢 难道他们都不怕受伤不怕死吗 如今这个令人疑惑的问题 似乎在这八尊文官友上找到了答案 那就是秦法 一个能让贪生怕死的普通人 摇身一变成为战场猛士的讲成机制 在有关秦朝法律的古迹当中 就曾描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说是在战场上 长官可以成立一支限队之士 相当于如今的赶死队 每18个人组成一队 如果这一队能杀掉五个敌人 那就能获得一级爵位 而且这个爵位在死后 还能被家人继承 在秦朝一共有二十级爵位 对当时的秦人来说 几乎每生一级都是一场华丽的蜕变 比如一级爵位就可以养奴隶 二级爵位就可以保父母一事无忧 三级爵位上下几代人的生活 都能得以保障 并且秦兵每杀一个敌人 就可以升一级 特别是做了限队之士 还是18比5的生死概率 怪不得秦军会让敌国闻风丧胆 估计最让他们兴奋的就是打仗了 毕竟对面的敌人换算过来 那就是自己最美好的未来呀 但是这显然还不是秦法最高明的地方 这绝对是古代最残忍的作战方法 两军打仗还要嫌活人献击 古代赶索队作战的方式 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1999年兵马俑二号坑 出土了一尊十分诡异的绿面俑 在秦朝森严的法律面前 这显然不是因为工匠失误而涂错了颜料 难道这也是一种写实吗 那究竟是为什么要把脸涂成绿色的呢 专家推测 如果以秦法的角度来看 这很可能与一种早已失传的残忍战术有关 时间回到公元前496年 汪鹤吕灭掉了出国 转身就遭遇到了越王勾剑的突袭 最终联军在一个叫邹里的地方交战 虽然双方看起来势均力敌 但是几番回合打下来 无军战士是越战越勇 眼看越过就要招架不住 勾剑立马就陷进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诺人赶死队 这只赶死队分为三排走到无军面前 但奇怪的是 他们并没有立刻展开厮杀 而是像表演话剧一样 说说笑笑还开始跳舞 就连对面的无军都被这个场面给兜乐了 但紧接着第一排的赶死队突然往前一扑 大喝一声 随即来了一出自杀表演 似乎将自己当成了某种祭品 这无军将士当场就懵了 随后第二排第三排赶死队 也同之前一样全部自杀 就在这时 无王勾剑亲自机想战鼓 越国士兵拿着有毒的刀剑 和无军展开了死杀 结果就是越国大胜 无军趁乱逃宝之时 无王贺吕还被毒箭射中 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所以根据这个故事 有些专家就推测 很可能这种作战方法 后来流传到了秦军的部队里面 而使用这种作战方法 需要将将士做人生 也许绿面兵马俑 就是被选中的牺牲品 但是在一个正常人的思想中 谁又会愿意去做这样的牺牲呢 或许和敢死之士一样 他们的牺牲同样能为家人换取优待 而这便是那八尊文官俑的恐怖之处 正是他们执行的秦法 让百万秦军 蜕变成了一支无畏生死 绝不后退的战争武器 而固扬这些秦军作战的后方部队 其严格程度更是能颠覆你的想象 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 这古代士兵打仗 兵器上竟然还刻着丞相的名字 而且不仅如此 每个参与兵器制作的负责人 那也是一个都跑不了 这么严苛到如此令人发指的秦朝律法 究竟又是怎样顺利运转起来的呢 1970年考误人员在秦永坑里面 挖出了23件带有明文的兵器 而经验丰富的专家一眼就看出 这个便是勿勒功名 是清朝时期的一种法律制度 其目的就是为了战后追责用的 如果这件兵器在战场断了 那么按照上面的明文 就能追查到最终的责任人 然后加以延长 在这件出资的兵器阁上面 我们还可以清晰的看到 明文如同一个四级金字塔 这第一级刻着清朝相邦吕不韦 也就是说如果这把兵器断了 丞相吕不韦就是一级负责人 下面第二级是兵工厂的厂长 第三级是一个叫义的车间主任 这最后第四级刻的就是 锻造兵器的工人名字 那在这种管理模式下 一级压着一级 谁也跑不掉 所以说别小看每一件轻薄兵器 或许他身上压着的 是整条生产线上 全部工人的身家姓名 那如此一来 谁还敢不小心呢 后来考古队 在湖北云梦县考古的时候 从前人的墓穴中 又挖出了两块 叫做黑肤墓独的主舰 这是当时墓主人 在家照顾着老母亲 而两个弟弟当兵擅长之后 三兄弟互相往来的书信 在心中弟弟们常常需要家里人 寄一些钱财衣物到部队里面 由此可以看出 秦兵打仗的时候是没有军饷的 国家只是提供足够的粮食和武器 就连军装可能都需要自己想办法 或许这正是秦军之所以 不穿护甲的原因之一 而士兵们最大的希望 就是可以立下军功 让家人能够生活的更好一些 而那些被留在家里人 则会努力工作 尽量使前方战线的亲人 可以不用忍受饥饿 这就是秦帝国的运转体系 整个国家除了士兵就是农民 古人讲这种模式称之为更战 在前年打仗的士兵 他们没有军想 只能用自己的生命 去拼出一个爵位 只有这样才能让家人 摆脱会被奴役到死的命运 好了本期的视频 今天讲这里 观探长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